许多国家政府在阻断新冠病毒的措施上 不得不禁止有肢体接触的行业 好比我们熟悉的美容、理发和按摩等行业等等 近来 荷兰政府就放宽了限制 所有身体接触的行业获准复工 唯独性工作者被排除在外 让他们深感不满 纷纷走上街头抗议 在荷兰 昌记是合法行业 偏偏在这轮的松绑措施中 性服务行业却被禁止副业 让生计长久大受影响的性工作者走上街头怒吼 他们高举自排 聚集在国会大厦前抗议 认为卫生部上个星期的宣布 有歧视性工作者之嫌 因为不管美发美容 也有一定的肢体接触 他们自问 在卫生方面 性工作者反而更精通 甚至能处理 比新冠病毒更严重的病毒 性工作者有很多不同的健康和危险 已经十年了 所以我们是一专业的职业 认为这专业的职业 所以我们已经被禁止了 如果您听到政府的谈论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工作 这也显示出现实现性工作的实现实性 荷兰政府在2000年将娼妓合法化 新工作者必须注册以及缴纳所得税 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阿姆斯特丹有大约7000人从事这个行业 不过时至今日 当地的性爱行业依然被视为和暴力活动 毒品相同的犯罪活动 荷兰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将近110万人染疫 超过15000人死亡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